消化道疾病案例 2是胃炎 胃部炎症变形 成瀑布形 3是十二指肠溃疡 出现直径约0.4厘米的臀壁区 同时幽门螺旋杆菌充养性 医生说有传染性 只需要服药治疗 同时寄辛辣食物 我谢绝了医生开药 回到家里 开始按照原始点进行调理 增加温热性饮食 坚持每天喝姜汤 每餐必有极希腊食物 断除寒凉菜品 即糖果等前食 同时改正了暴饮暴食的习惯 用暖贴加强温敷 基本保持24小时不间断 起初两个中时时按推自主较少 病情有所好转 但依然时好时坏 12月3日 来到原始点工艺站 珍公老师滋滋细细 对背部原始点进行了全面按推 诚心确认了上背部原始痛点位置 之后除了继续注意 温热性饮食和温敷外 坚持了每天一次按推 如气子完成 周六周日到工艺站 由志工老师或其他学院完成 自从每天坚持按推之后 情况明显好转 约20天后 不试感完全消失 2018年1月3日 到医院又进行了上消化道 背参吐式诊断 结果时到胃健异常 说明先前的食管裂口扇 完全康复 三厘米的扇脑完全消失 胃虫勾形 说明形状完全复原 12指肠 全部溃疡症状消失 F射线意见 推显示 有胃炎症状和12指肠 乘勇欠家 但医生表示 已完全没有问题 医生还表示 只要胃部有助折 就会自动认定胃炎前带 如同面部有了皱纹 就会认定胃 年龄动长一样